蒸馏就是艺术,先喊口号 很久没喝金酿啤酒了 买了一些麦芽,今天做一款金酿 美式IPA 大麦芽2.5公斤 红麦芽100克 慕尼黑麦芽200克 倒入破壁机 转速调低 打成大颗粒的状态,一定不能把它打成粉 否则会影响下一步的糖化 准备一个不锈钢筒 放入温度计,检测温度 按照麦芽3倍的重量加入水 开始加热 水温到达40度时 倒入麦芽,开始糖化 搅拌防止糊锅 确保上下温度保持一致 加热至68度时 关火 浸泡 待温度降到65度时 继续加热 始终维持65到68度之间 浸泡一小时 糖化完成后 特德圆麦芝含量为 每升有160克糖 这就说明糖化的非常好 捞出麦芝 让锅内只留麦芝 按照甘麦芽2.5倍的重量加入温水 进行冲洗 洗出麦芝上的檀糖 盛到锅内 可以多加点水进行清洗 避免浪费 加热麦芝 煮沸后加入努格特啤酒花10克 煮沸45分钟后 加入卡斯卡特啤酒花25克 吃点火锅休息会儿 我在拼多多零食剂 直接抢到了整箱八盒海底捞 自热火锅 各种口味都有 麻烂的牛 番茄牛腩 吞嗓牛肚 番茄小酥肉 配料大块凉心 平时一盒就要30多 现在直接抢整箱 直接去评论区 这点连接抢吧 没什么事 吃一盒火锅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就吃两盒 麦芝煮沸一小时后关火 加入卡特卡特5克 试剂5克 亚麻黄5克 盖上盖 放入洗菜池 放凉水冷却 温度冷却至25度以内时 从凉水中取出 加入二耳机酒浇 搅拌30秒钟给麦芝充氧 便于启动酵母 盖上盖 加装一个单向密封法 倒点酒 单向密封 进入发酵阶段 发酵一天后 冒出了很多气泡 发酵启动 发酵三天后 干头啤酒花 卡夫卡特7克 试剂7克 亚麻黄7克 发酵十天后 没有气泡了 发酵完成 将啤酒过滤出来 沉淀一天后 底部有很多沉淀物 把上面的酒液倒出来 将啤酒进行装瓶 每升酒6克糖的比例 加入白砂糖后 完全密封 二次发酵三天后 放入冰箱冷藏 一周后 今天分享一下我糯米红酒 制成白酒的一个过程 准备糯米倒入桶中 用清水浸泡 浸泡大概五个小时 洗净捞出 放入蒸笼 蒸一个小时左右 蒸熟 盛出 摊凉 摊凉去大概30度左右 按照十斤糯米 一斤红曲米的比例 准备红曲米 放入水中浸泡六个小时 按照糯米的比例 一比十加水 加入浸泡好的红曲米 搅拌均匀 发酵初期 每天搅拌两次 直至一个星期以后 静置45天 发酵完成后 酒体与酒包分离 现在就已经是 很好喝的黄酒了 这是分离后的酒糕 把糯米红酒 直接倒入高压锅 酒包放入纯棉杀布袋 防止糊锅 把自制的冷凝器 连接高压锅 具体的蒸馏过程 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 把提前准备的冰块 放入冷凝器 助水加满 开始蒸馏 我之前的视频证明了 像蒸馏器中加入其他物质 可以改变白酒的风味 今天我用五种粮食 放入空气炸锅中 烤熟烤香 然后加入蒸馏器 试一下是否可以给 白酒增加粮食的香味 用我之前自制的七十度糯米酒 先把烤熟的粮食浸泡一天 浸泡完成 倒入高压锅 准备开始蒸馏 加入一定量的清水 把七十度的酒给稀释一下 否则度数太高了 把我自制的冷凝器连接高压锅 注水加满 开始蒸馏 先接一下酒头 看一下多少度 度数非常高 换一个更高度数的酒精剂来测一下 大概是七十四度左右 接到半斤以后 给冷凝器里换一片水 确保冷凝器的正常工作 最终一共是接触了 四百多毫升的白酒 来测一下它的度数 温度是十七度 根据温度测算下来 酒精度是六十二度 倒一杯尝尝什么味儿 在喝之前 先测一下甲醇含量 看看是否超标 最终检测下来 甲醇含量几乎为零 先喝一口 我怀疑我发现了白酒的秘密 我们这有个卖 糯米发酵酒的一斤十块 一天的卖两百多斤 能否出个视频感激不尽 蒸瘤就是一束糯米三斤 加水 浸泡五小时 捞出糯米 用水冲洗干净 放入蒸锅 铺平整 蒸四十分钟 包一个火龙果放到锅内 继续蒸一分钟 将火龙果举出单独存放 把蒸熟的糯米盛到沥水盆中 加入纯净水或者凉白开浸泡 一定不能用生水 将糯米打散 打成颗粒分明的状态 使糯米吸水 浸泡一分钟 沥掉多余的水分 准备一颗甜酒曲 导成粉末的状态 在糯米的温度降到32度以内时 加入酒区 将火龙果捏碎 捏成泥的状态 充分的翻拌均匀铺平整 在中间掏一个洞 方便观察煮酒 扣上保鲜膜 在保鲜膜上戳几个洞 忙完了整两口 现在拼多多八周年 补贴过散美酒 放出一万份粉酒 适合名额 点评论区链接 填个售后地址 就有机会抢到粉酒 粉酒可是八大名酒 之一白酒中的典范 入口棉落苦停 倾向纯重回味无穷 我把专属链接放评论区了 想着就抢一份吧 28度征服4度 发酵48小时 发酵后洞里出现了很多的酒 这个阶段主要是糖化 并没有产生多少酒精 测了一下 糖度超高 远远超出了我糖度计 显示的最高值 尝了一下 太甜了 后嗓子 将糯米转移到发酵罐中 按照生糯米重量 1比1的比例 加入纯净水或者凉白开 此时含糖量为 每升有190克糖 单向密封 发酵一天后 糯米都飘起来了 把糯米压下去搅匀 发酵三天后 把糯米酒过滤出来 颜色还挺漂亮的 粉红色 三斤糯米发酵完了 就剩了这么一点 此时含糖量为 每升有64克糖 根据测算 酒精度为7.5度 公式放到屏幕上了 最终三斤糯米 做出了8斤的酒 10块1斤 利润率90% 兄弟们 赶紧去发酵支付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